在加完字幕和配音之後 你就可以按右上角的 匯出短片按鍵 為這段片命名 或者加入一些video的描述 或者可以save到你的電話 亦都可以share去InnoActor 或者YouTube和Facebook 就是這樣 一段成功的母親節祝賀片就完成了 多謝